PICNIC WITH MY BEST FRIENDS We start to plan what we do 泡過鹽水對著雞肉糖 Woo Woo 好 大家好 我是美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知道最近非常非常久沒有出view了 因為我前一陣子在忙那個21天挑戰嘛 有多少人跟上 還有最近就是在忙心配上架的事情 所以我其實呢 人在壓力比較大 然後忙翻的時候 也會比較控制不住食慾 所以最近很明顯就是那個 腹部的脂肪 一摸稍微多了一些 包含背部的脂肪也是 那雖然體重沒有很明顯的增加 所以我在想可能我的肌肉量掉了 酷 對 所以我最近就是想要來一個稍微比較認真的 要把我的力量練回來 然後再順便來一個mini cut 那這支影片呢 主軸就是會是比較走一個 兼職飲食的Villa 然後會搭配一些運動紀錄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跟著我看下去囉 我曾經像許多人一樣 嘗試一六八斷食 然而實施一陣子後 我還是發現我是個不能沒有早餐的人 尤其我的訓練常常安排在上午 刻意不吃早餐的結果 常常會讓訓練過程是缺乏力量的 吃簡單的早餐像是炒蛋搭配水果 不僅可以提供上午所需能量同時 我的整體心情也比較穩定 所以即使你在減脂 也不用覺得一定要執行一六八 觀察自己適合什麼 並按照自己的生活模式調整比較重要喔 過去兩個多月來 我開始在三重告靈 重新學習舉重的技巧 領悟最多的不外乎就是核心的運用 在修立過程中閉氣 並將核心撐開 像是安全氣囊一樣 不僅可以保護核心虛感 腰椎也有助於力量表現的提升 來 吸口氣 好 高應 太穩了 肯定ynthesis 可以 你會知道 可以 回家 嗨,Raven哥 嗨 我們剛剛下完課 然後我有一個問題想要請教你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說 減脂的人為什麼要做重訓 那目標減脂的人也要做重訓嗎 然後重量訓練對減脂有什麼好處呢 我覺得主要可以猜成兩點來講這件事情 首先就是你如果做重量訓練 對減脂的幫助是在 你的訓練量變高了 那你身體的消耗就變多 所以說你做重量訓練搭配飲食控制的話 那個速度是快的 就會比較快一點 然後再來第二點就是 減脂無非就是希望你的身體現象更好看一些 那你可以透過重量訓練 然後來雕塑你想要的部位 所以說他們其實兩個是一個相似相成的東西 對所以你在減脂期的時候做重量訓練的話 它可以加速你一個減脂的效益 身形也會更加緊實 我覺得這也是我切身體驗到的 每個人對於一個身形的一個審美觀是不太一樣 也是不一樣的 像我就比較喜歡大隻一點的男生或者女生 這是個人喜好的關係 可能是因為我比較胖啊 所以我比較喜歡大隻一點的 對啊 嗯其實我覺得我自己看男生我也會覺得我比較喜歡有肉一點 啊真的啊 我不喜歡太瘦 啊 對 等一下我不是在對你挑選 太瘦了 回家後為自己做份健康飽足的料理把鮭魚先以少許的鹽巴醃製 在碗中加入味噌醬油姜米 並均勻地混合後 夾在鮭魚上放醃製一會兒 等待同時將秋葵的蒂頭切成小塊連同彩椒碎備用 接著將鮭魚和撒裡鹽胡椒的花椰菜進入烤箱180度烘烤 兩顆蛋加鹽打勻 平底鍋 先炒香彩椒秋葵至上色 接著倒入鍋液 鍋液有點醜 但是可以吃就好囉 我的飯 好味噌醬汁 鮭魚 鮭魚好吃 今天炒這個蛋 加了 醬油還有醬油椒 訓練後我最喜歡犒賞自己飽足又營養美味的餐點 同時餵養肌肉和心靈的部分 鮭魚富含Omega3多吃有助於大腦健康 領狀訓後感到神經疲勞的我 有種瞬間補腦提升活力的感覺 這個是我要吃的鹽胡椒義大利香料 加一點檸檬汁 因為今天沒有那麼多時間趁它煙 所以大概等個五分鐘 我們就要進入契加 Sesame的這個沒有調味 嗨Sesame 去炸好了 只要六分鐘 哇Sesame最好 坐下 中午剩下的花椰菜還有煎蛋 氣炸雞胸肉 跟媽媽的乳筍子一碗 いただきます 媽媽的筍子加了一些酸菜 很好吃 筍子很嫩耶 剛剛只有醃五分鐘不知道好不好吃 很好吃 有時候醃的時間不用久 但是氣炸不要過勞剛剛好 這也可以很嫩 吃了晚餐但是到了深夜還是餓怎麼辦 有遇到其實今天我還有一些熱量扣打 於是我喝了我愛的可可乳清粉 並加上燕麥奶 均勻的混合 可以加上一些自己喜歡的Tuppings或Granola 接著我還吃了一些水果 那當然如果你真的很想吃宵夜的話 可以像我一樣選擇營養素較佳 或者是叫天然易消化的食物 對身體的負擔也不會太大 來到第二天 今天的溏心感沒有很溏心 酷酷 早餐 綜合優格 加了超多的水果 由於昨日訓練的酸痛感還在 因此我給自己安排一個比較放鬆的休息日 簡單的吃了一些水煮蛋還有水果優格 上午稍微工作完之後 來準備午餐的部分 把紅蘿蔔刨成絲 這個Y型刨都很好用方便 推薦 和小黃瓜絲一起備用 也將洋蔥刨成絲 接著將四季豆一把去掉頭尾切斷 和金針菇一起水煮個大約兩分鐘撈起泡冰塊 泡過鹽水的雞肉 它會比較嫩 那待會要水煮 雞肉用小火滾煮就好 用筷子確認一下雞腥肉的熟度就可以取出囉 加冰塊稍微的放涼 在碗中加入泡菜連同泡菜汁 混合醬料醬油及芝麻油 並用手將雞肉剝成絲 雞肉 記得把水力趕 連同泡菜汁 有醬油跟芝麻油等 好 下雞 將所有的備料均勻的混合後 別忘了加入一匙的胡麻醬 加一點白芝麻以及白胡椒粉 完成 清爽適合夏日的韓式涼拌手絲雞 雞絲什麼 安式雞絲 搭配生菜沙拉以及麵包 還媽媽的健康午餐 還媽媽的健康午餐 媽媽看哪 欸 今天不運動 早上工作 然後感覺到昨天練的那個生痛感還是存在 那就今天就算是休息一整天 然後待會要去一個食品展 這個是食品展賣的蔬食的韓式火烤牛 很神奇的是一包有三十六克的蛋白質 把蔬食的火烤牛加在碗中 微波加熱並撒一把蔥花 以及辣醬 配上半熟蛋以及青菜 還有五穀米飯半碗 這樣也可以是高蛋白又高鮮的美味晚餐喔 剛剛才給你肉乾 不是嗎 最近妹開始報名了crossfit課程 今天上午只有吃一些水果就去上課囉 超牛 早上自己的店就好 每個人都應該這樣縮到 Motion 不可以太過度往前 不可以過度往後 所以你在下蹲跟站起來的時候 才不會 或是 這兩種 再下去一點 膝蓋讓他自然的下去 把膝蓋打下來 對 對 對 先丟一點對 讓他反彈 蹲 鬆 剛剛丟了50個 沒差勒 去練完吃水果 這是我帶的拔辣還有禮汁 這是中路季 蹦出一顆蛋蛋 好吃耶 下面是紫米飯 這個是 有香料的那種 泥 另外再一包雞雞肉 我平常最愛吃的麵包 超想吃麵包喔 有日知道媽媽在家裡煮了香噴噴的牛肉麵 所以妹在下午的時候抑制了想吃麵包的欲望 要加一點蔥花比較好看 謝謝 把碳水的扣打 留給媽媽的招牌牛肉麵 裡面我也有請媽媽放大概一半的量 並自己多加了一個水煮蛋 飯後吃了奇異果 有助於消化 可以來到第四天 一樣是炒蛋再加一些橄欖醬 今天的早午餐11點才吃 加了一些全麥吐司 生菜沙拉 還有橄欖菜 清爽的蔬食三明治完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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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被我們家狗狗咬的那個 整個皮都掉下來 就 我是真的很氣又很難過 因為 就這隻狗真的是 就幾乎是我照顧他 就真的付出很多時間 然後心裡 然後我剛剛他回來 我就帶他散步回來 然後 就只是 用那個擦紙鏡擦他的嘴巴 然後他就暴怒 然後 咬我的手非常大力 然後 就手指頭的那個皮整個掉了 對 真的 我就覺得 皮肉的痛 只是一小部分 我只是覺得很難過 就是 就是 養這隻狗 也養了 兩年多 然後 每一天 花很多 心力照顧他 所以今天 被這樣子翻咬一口 然後 而且他還 很生氣的樣子 就是 沒有要反悔的意思 我就覺得 很誇張 所以 我現在 我現在 很生氣 悲傷同時 飯還是要吃 今天晚上 因為有聚餐 所以 中午只吃了四顆的 紅油海鮮水餃 再搭配青菜 再加上家裡的 餡菜 豆干肉絲 太美味了 又讓我的心情好一些喔 你看 這個蜜 嗯 你看 你是不是錯了 你是不是錯了 我沒有要摸你 Semi 不要摸他 不要摸 不要摸 不要摸他 幹嘛摸你 就是很想摸他 嗯 不行 好不好 你壞壞就不對 你壞壞就不對 蛤 你壞壞就不對 嗯 和好了就不對 這是我這幾天最餓的一餐 真的喔 對啊 因為我前陣子都不愛吃 然後都是因為妳的關係 害我愛上手搖叉 前一中就和好朋友 預訂的泰式料理聚餐 心裡有預期應該會爆一些熱量 但還是有吃盡自己想吃的東西 最愛的玉香精裝 裡面有芋頭還有豆腐 甜點則是椰子冰淇淋 謝謝 你學我怎麼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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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去 他跟他不小心會不會 我覺得是這個 3 2 1 2 3 拍呢 3 拍呢 啊 啊 哇 這個芋頭很可愛 Cheers 經過昨晚之後 我今天一早吃了一些水果 就開始訓練了 引體上上的部分 前陣子妹稍微沒練 又有一點生疏了 但還是可以拉到七下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大之後的運動是在懲罰自己 但我認為完全不是這樣的 當身體吃盡這些熱量後 儲存更多的能量 透過力量輸出以及消耗 不僅可以讓訓練更有力氣 身體也會感覺減輕了負擔 今天是穿愛迪達的高支撐的bra 然後五分褲是我們品牌出的最新品高支撐的五分褲 我很喜歡它旁邊的縫線 穿起來那個豚型非常的立體 嗨肉肉 昨天的生日聚餐啊 老師說有比我自己原本計畫的還要再多吃了一些 但是你問我是否後悔吃下了朋友幫我精心準備的蛋糕 或者是大家吃得很開心 然後順便喝了一些酒 我一點都不後悔 因為我覺得原生其實有很多快樂的重要的moments 其實比起你當下想要執行那個減脂計畫 是來的更有價值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都要適度的允許自己有一些彈性的空間 包含一些可能會讓你覺得有點暴躁 怎麼打亂了我的節奏 或者是我原本可以說不 但是我卻妥協了等等的一些想法 有這些想法都很正常 對但是我覺得原生還很長 然後如果你一天稍微多吃了真的沒有關係吧 後面幾天呢就是稍微多運動起來 然後每一天再稍微少吃一點點 我覺得你很快又會找回到自己生活的節奏 千萬不要灰心 今天的午餐 昨天剩的綠咖哩醬 然後加上加一點豆腐跟金木瓜沙拉 下面是小黃瓜 跟半熟蛋 Yeah 我加了鹽胡椒孜然 意大利香了蒜粉 那等待雞肉醃製的同時呢 在蔬菜上面加一些鹽胡椒孜然粉 淋一些橄欖油 連頭雞肉一起烘烤大約二十分鐘的時間 把鹿梨補開 並在大碗中 壓成泥 加入一大匙的無糖優格 一匙的黑橄欖醬 還有一些鹽胡椒 雞胸肉 炒嫩蛋 布里優格橄欖醬 欸 嗯 花椒好吃 這隻鹽胡椒 只要做鹽胡椒 只要鹽胡椒 就要是一個一塊油 紙巨頭 生下的肉梨醬 很可惜 來配一個米瓶 晚餐吃完之後來準備隔天的燕麥粥 在他碗中加入了天然的燕麥 我倒入了無糖的燕麥奶 吉奇牙籽 還有紅米麥粉 接著加上自己喜歡的乳清是黑芝麻口味的 均勻的混合 冷藏一整個晚上就好囉 昨天泡得很成功 早餐吃完之後帶著滿滿的能量來健身房練腿 今天主要是針對大腿後側做的是羅馬尼亞硬具 總共五組 一開始先暖身 接著做70公斤 一組大約8-10下 還有臀推 臀推的部分我喜歡用史密斯雞鞋 並加上阻力帶 提升臀部的感受 這家很推薦 沒有太多人知道 這一家是我最近發現的愛店 他們的用料非常好 而且這樣一盤只要兩百多塊 我最喜歡他們煎得香噴噴的雞腿 還有酷斯酷斯 是在台灣比較少見的食材 留下了一點醬料跟皮 今天的晚餐有點懶惰 來個鮭魚蒟蒻麵吧 鮭魚簡單以言 胡椒醃漬 平底鍋開中火 兩面相煎 在碗中加入蒟蒻麵 這是我蠻推薦的蒟蒻麵 用熱水沖泡 接著水煮秋葵以及毛豆大約兩分鐘 鮭魚剩下的油脂 鮭魚剩下的油可以拿來煎荷包蛋 秋葵煮好之後切成小片 加在蒟蒻麵上 並加入我愛的麻辣醬 還有胡麻醬 均勻的拌勻 哇 搭配鮭魚以及海藻酥 淋上一些辣油 蔥花還有毛豆 完成健康滿足的低炭晚餐 自製的鮭魚秋葵胡麻蒟蒻麵 非常好吃 滿足重口味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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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和我的好友兼教練 一起訓練都會令我感到緊張萬分 因為他每次都很會逼迫我的極限 像是第二組的引體向上 竟然叫我夾上8公斤的啞鈴 等於是將近63公斤的重量 竟然可以來個四下 那今天的次數都是抓6RM 所以盡可能的把我們的重量加重 肩推的部分他竟然要我做1小15公斤 竟然看起來很突然 竟然要我出來了 竟然敢做一些 感覺很好喝 好喝 我吃了豬肉 所以你可以選擇的豬肉 所以你只能選擇的豬肉 那如果有豬肉的豬肉 我們會有一個加上的豬肉 所以我們可以加上豬肉 會比較好 看你們有些那些鱼衣甘來什麼的 真的是還蠻排烤的 鮪魚啊也不會 而且我懂你們做Pokeball 很重要的是那個品質 因為你們那些生的東西 不能隔天放 很難 很多人可能認為健身人的飲食或生活 是不是要過得很壓抑 我則是認為健身之於我 如同生活的信仰 因為有了規律訓練 我變得更強壯 變得更開心有活力 飲食上我能在基本的熱量意識下 我是更自由的 無壓力的吃自己想吃的東西 也是來自品嘗保有一定程度的自律 和努力的投入 這是我愛的生活 當你開始關注在日常的選擇 懂得照顧自己 適度享受生活 放下對於完美的追求 即使不是100分 你不也在重新定義你的生活 活出你自己的100分嗎 一周過去了 雖然我的體重沒有下降多少 但整體也有感覺令了一些 即使老人的脂肪還是在 但這就是我的體態 我欣賞它 謝謝你看到最後 那這次的Vlog呢 我也是選擇用很真實的方式 來呈現並記錄給大家看 因為我總覺得 當我呈現我最真實的那一面的時候 也是你們感到最激勵跟最喜歡的 因為就是讓你們知道 其實我也跟你們一樣啊 我也在努力 我也在成長跟在進步 對所以這支的影片呢 我還是不眠俗樂 要跟大家鼓勵一下 女孩們千萬不要害怕 舉重也不要害怕做激勵訓練 當然如果你覺得 你還只是一個初學者 沒有辦法像我一樣 舉那麼重的話 不要回形 你也可以從我的YouTube 跟著做系列 慢慢去培養你的激勵的基礎 然後第二點 就是做這支影片啊 我也是想要跟這些目標瘦身或減脂的女孩們去提醒一下 真的適度的給自己一些彈性的空間 不要因為一時的吃多了而苛德自己 那當然這次的減脂其實也稱不上是一個很認真的減脂 因為畢竟也只有一週的時間 那目的呢就是因為我快出國了 就是很難得的這次安排一個20天的歐洲旅行 所以也是享受來一個不要給自己太多壓力的mini cut 對然後把這些熱量扣打留給之後的美食 那如果我在旅遊的時候有拍一些精彩的美食 或者是一些日常分享的話 再分享給你們看囉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